尤其是各位要再看到一點 他還要拉誰下誰 他拉中國下誰 中國本來就跟他抱團了 注意看俄羅斯還說什麼 現在是俄乌戰爭 下一場戰爭就發生在南海 也要把中國拖下來 為什麼 他除了要來希望藉著石油 能源 糧食這些武器 逼迫北約讓步以外 他另外如果在外面 他可以把中國抓過來 經濟上面 軍事上面 中國你要跟我抱團在一起 習近平你內部有輕人的壓力 你二十大也要召開 你外部你跟西方世界為敵 你當然要跟我站在一起 如果我這邊有中國跟我在一起 我另外一手我面對北約 我又可以軟的硬的來恫嚇你 那持久戰嘛 終有一天我可以來反敗為勝 這個就是他們打的算盤 只是再說一次 有辦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連芬蘭都一點要加入北約 你都沒有辦法說什麼 不是嗎 對 馬力波亞素鋼鐵場 現在戰鬥已經結束了 但是當初呢 烏軍有七次的直升機增援的任務 雖然有三次被擊落 但其實呢 有七次是成功的 那這個整個過程呢 現在影片終於出現了 來 張昌君 怎麼幫我們觀察 從這個影片當中 觀察重點是什麼呢 亞洲鋼鐵場我們可以知道 他能夠堅守82天相當不簡單 他可以在以後會拍成電影 就跟搶救雷恩大兵 大家都一直看 非常成功的 你看他這一個 他這個兩架 這是兩架 兩架的飛機 這個是影子 前面這個是影子 後面那架是真的飛機 因為他這個照的時候剛好是破曉 你看死曉天剛亮 而且他超低空進入 為什麼超低空 因為他距離的那個縱深要100公里 這整個是俄羅斯佔領的地方 對 他從烏克蘭的空領區 要飛越俄羅斯佔領100公里 那他有拍到海 是不是從海面進入鋼鐵場 沒有 他也有海 也有河 因為亞洲鋼鐵場就在海旁邊 所以他有河流 也有海 我剛剛看了也有河流 這個是海 你看他進入 他進入的 這是敵後滲透 空中滲透 運捕 這個時候避免跟敵人做糾纏 立刻速去速回 你看他 非常的低 你看旁邊那個建築物 好低 那個人看得好清楚 你看他 然後這個是越野 你看他越野的時候 他上面還掛了多彎火箭在上面 空對地的多彎火箭 他能夠這樣子進入 這架是影子 後面那架是真實的 這個是分別是武裝直升機跟攻擊直升機 兩個互相搭配 然後進入 親戚他去滲透運捕也好 去搶救人質也好 做敵後空中滲透也好 那就是這樣來實施 天空飛島 這是亞洲鋼鐵場 你看後面 這是海港 他貼著海飛行 然後人員立刻下去 重要的物資下去 還有重要物資 他後來 還有一個影片就是 他人有上來 他下去之後是人下去 但是還有其他策略的人出來了 他這樣子 有去有回 然後另外一個 他從他的烏克蘭控領區 飛越俄羅斯整個控領區的時候 一定是槍林彈雨 他要做非常詳盡的 那是在二軍的火網之下 火網之中 槍林彈雨 大概出這個任務到九死一生 你可能要抱著有去無回 為什麼 因為整個炮火 那麼猛烈的狀況之下 所以他另外一個 他就是在破曉 剛好在清晨 天空兩個立刻出動 這個時候 俄羅斯的整個防備 還沒有完完全全 警覺 因為天空破曉 大概時間 大概只有六七點 才剛剛破曉 立刻刺 換句話說他在 烏克蘭第一起飛的時候 大概四點鐘五點鐘要起飛了 對 到那邊去 剛好太陽 太陽才剛剛在地平線上面 在海岸線上面 這個時候剛剛破曉 立刻展開行動 而且這個時候如果有俄羅斯的軍隊對他攻擊的時候 他不要練戰 你練戰很容易被擊落 對 兩個趕快點逼到 除非 該跑的時候趕快跑 趕快跑 要打帶跑 如果這個時候火力很旺 立刻還擊 還擊之後立刻離開 不要還擊完畢之後 能夠殺傷多少是其次 不重要 不禁得要把地面上的軍隊殲滅掉 還擊完畢之後 他的炮火稍微立刻離開 就變成這個樣子 你看他超離空海浪就知道他飛得非常的低 越低越安全 如果你越高雷達看得到 雷達看得到 他火力會夠得到 他飛得低雷達看不到 因為曲度的關係 整個過程一定是驚心動魄 那個可能 隨時 因為有三次是被擊落的 對 三次被擊落 他這個去100公里 回來100公里 大概要兩個小時任務 我看這兩個小時任務 他上面正負駕駛的這些 直升機的飛行員 腎上限速用盡 他沒有腎上限速了 因為全程灌注 全程灌注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可能有去無回 你必須去 但是不見得能夠回來 你一定要執行這個任務 張軍現在最近情況 因為包括這些 雅述鋼鐺的巫軍 當初應該 二巫之間是有談好協議 結果現在這些巫軍 不知去向 那他們竟然親俄的說 是要把他們處決 所以顯然這些巫軍 現在狀況 可能是令人擔心的 這個按照日內瓦 公約不可以對戰俘做處決 不可以 要換戰俘 這個東西 我們知道 就現在為止 所有的戰俘 包含平民 從俄羅斯所羈押的 總共加8000人 8000人 包含雅述鋼鐺的2439位 總共加起來8000個 都不能 你不能做處決 按照 你可以訓問 你要給他生活的條件 都要給他攻擊 然後完畢之後 只能說近代 審判 或者是將來換服 要用 因為烏克蘭 也有俄羅斯很多戰俘 也只有俄羅斯戰俘 投降的被抓的 都很多 那這很明顯 俄軍說話不算話 沒有信用 應該是當初談好 他們現在出爾反爾了 對 這個也是他的 這個變成俄羅斯壓成 變成他的籌碼 他可能要會做一個 政治上的報復 或者宣傳上的運用 我想應他不會對他 做一個 把他槍決 他可能要經過審判 審判之後 按照國際法 對他是有保障 因為這些烏克蘭軍隊 他居然投降 他是受令投降 你要講 你就是近代的 那種武器發展到 他就這樣 他就受令作戰 他就受令作戰